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苹果推出了最新款OLED iPad Pro,配备用于人工智慧AI运算的新型M4晶片。 该公司正寄予追赶其他大型科技竞争对手,以主导新兴技术。 分析师表示,在iPad平板电脑,而不是Mac笔电中,首次推出其最新晶片,对于苹果来说是不寻常的。 这表明,苹果渴望在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之前,为应用商提供开发AI相关软体的先机。 尽管微软和Alphabet力争创出历史新高,但苹果股价今年迄今已下跌5%,原因是, 该公司正面临iPhone需求疲软的困境。 投资者也在等待苹果展示,其将如何利用人工智慧技术。 苹果表示,其价格最高的iPad Pro型号升级了荧幕,13英寸型号其售价为1300美元。 新款OLED iPad Pro配备支持更快神经引擎的M4晶片,该晶片的一部分是专门为生成式文本或绘图等人工智慧功能所需的运算而设计的。 其实,苹果晶片早在2017年起就配备了神经引擎,但英特尔和高通等竞争对手则在兜售具有竞争力的技术,他们将其称为神经处理单元,NPU,用于个人电脑。 苹果平台架构副总裁Tim Millet在演示中表示,凭借这种效能水平,神经引擎和M4比当今任何人工智慧电脑、VIPC中的任何神经处理单元都更强大。 据官方介绍,苹果M4晶片采用台积电第二代300米制程工艺打造,总计集成280亿支电晶体,采用SoC架构,进一步提升苹果晶片的能效,成就iPad Pro的鲜薄设计。 这款晶片还集成全新的显示引擎,助力iPad Pro的超精湿网膜XDR荧幕实现惊人的精准度、色彩和亮度,通过叠加融合两层OLED面板的光线,打造出这款先进的荧幕。 M4晶片配备最高达适合的全新CPU,其中包含最多达四个效能核心和六个能效核心,以及10核GPU。 M4晶片首次为iPad带来动态快取、硬体加速光线追踪和硬体加速网格着色功能。 M4晶片还集成苹果迄今最快的神经网络引擎,运算速度最高可达每秒38兆次。 新型M4晶片究竟能提供哪些AI功能? 苹果W86-W86DC大会上才能揭晓。 苹果此前往往会展示语音助手、Siri以及其他作业系统的新功能。 Creative Strategies咨询公司执行长Ben Bajarin在谈到苹果最新产品时表示, 从本质上讲,有很多迹象表明,它们或将在硬体上实现生成式人工智慧。 一些分析师表示,目前许多人工智慧功能,例如在视讯通话期间,帮助放大人物画面等功能,不太可能激发一波升级浪潮。 Gartner分析师Makako Kitakoa表示,这真的足以让人们研究并购买它们吗? 可能还不够。 苹果执行长库克近期表示,非常看好在生成式人工智慧领域的机会,并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发表更多公告。 Investing网站的高级分析师Thomas Montero表示,苹果历来都将iPad系列作为尝试新技术的平台, 其风险比iPhone或Mac等大型产品要低。 Thomas Montero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这种背景下,他认为,库克的主要目标并不是专门解决苹果这条产品线的销售问题, 而是为未来几个月更好,更具创新性的产品奠定基础。 苹果自家的产品越来越革新,然而其昔日老对手华为的日子却越来越难过。 华为4月刚刚发表了首款人工智慧笔电,MateBook X Pro 2024款, 该PC搭载了英特尔的新库瑞Ultra 7或Ultra 9出产入。 然而,据彭博社5月上旬报道称,消息人士称, 美国已经吊销英特尔、高通向华为出口晶片的虚可证, 这也意味着后续华为的PC产品线及部分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产品的供应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报道称,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Michael McCall在近日采访中证实了政府的决定。 他表示,此举是阻止中国开发先进人工智慧的关键,阻止英特尔和高通向华为出售任何晶片。 此前,他们一直担心这两家公司与中国关系过于密切。 彭博供应链分析显示,华为目前不在高通的十大客户之列, 它也没有出现在英特尔的大客户名单中。 华为目前的Matebook产品基本都是采用的是英特尔的处理器。 这也是英特尔此前在拿到美国商务部许可证之后向华为供应的。 如果后续英特尔无法继续向华为供货, 那么华为的Matebook产品线将会受到重创。 高通此前也曾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 可以向华为供应较旧款的4G手机晶片, 但被禁止销售5G手机晶片给华为。 虽然目前华为自研的麒麟晶片已经回归, 新的Mate及Pura系列旗舰都已开始采用, 但由于供应有限,主要被用于高阶产品当中。 而华为之前的多款旧款的高阶手机、平板电脑, 以及多款Nova系列手机都有采用高通的4G晶片。 因此,高通无法继续向华为供货, 则将直接影响华为的部分手机和平板电脑产品的供应。 英国《金融时报》也在报道了高通出口许可证被撤销的消息后, 高通股价应声下跌0.9%, 英特尔的股价则几乎没有变化。 随后,美国官方也同步表示, 确实撤销了一些允许美国公司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公司运送晶片等户物的许可证。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一些公司接到通知, 其许可证被撤销并避及生效。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他们已经撤销了向华为出口的某些许可证。 他们不断评估他们的管制措施, 如何才能最好地保护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 他们不会对任何具体许可证发表评论, 但他们可以确认, 他们已经撤销了向华为出口的某些许可证。 英特尔表示, 在美国吊销该晶片制造商对中国的部分出口许可证后, 该公司的销售额将受到打击。 预计第二季度营收将保持在125亿美元至135亿美元之间, 但低于中心值。 高通表示, 其中一项对中国业务的出口许可证已被吊销。 对此, 据中国商务部网站的消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撤销部分企业 对华为公司出口许可证表示,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针对特定中国企业一再采取无理制裁打压措施。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限制纯迷用消费晶片产品对中国出口, 对特定中国企业实施断供, 这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做法, 不仅违背世贸组织规则, 也严重损害美国企业利益。 美方所作所为, 以严重违背, 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不阻碍中国发展的承诺, 更与其精准界定国家安全的说法背道而驰。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 有趣的是, 华为海思半导体董事长何廷波, 终端BG董事长于成东对内发表致战友们的一封信, 提出了塔山会战中针对PC端晶片做的备胎计划, 正式转正, 要求海思和终端BG尽最大努力, 用最快的速度, 最高的质量, 在今年内将搭载暂命名KarenX系列PC平台的产品推向市场。 然而, 华为相关人士随后回应称相关消息不实。 但无论怎样, 华为再想使用美国的晶片, 看来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